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在交易送走普尔 用另一份大合同留下追梦格林之后 勇士未来几年的策略就已经很明显了 他们开始放弃对未来战力的保障 全力围绕着库里 格林 克莱这几名冠军核心成员搭建阵容 此前就有勇士随队记者报道过 勇士将利用好库里克莱等人剩余的时间 尽可能再去冲一冲冠军 很显然 格林的续约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 勇士要搞定克莱的合同啊 后者下赛季将进入5年1.9亿美元合同的最后一年 这段时间对于勇士球迷而言 绝对是煎熬的 首先 在格林续约勇士之后 大家都很清楚 勇士管理层下一步核心运作 就是搞定克莱的续约合同 而且所有人都清楚 勇士想要让克莱降薪 并且是接受不小幅度的降薪 但是随着能为签下了一份刷新 结论布朗保持了没多久的 平均年薪记录的提前续约合同之后 看着其他球队开始纷纷和合同期球运完成提前续约 克莱的续约不仅没有达成 关键是勇士方面如今都没有传出什么双方会提前续约的消息 显而易见的是 双方在续约经营方面 有着不小的分歧 克莱并不愿意接受巨额的降薪 根据NBA记者马克梅迪娜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尽管勇士和克莱双方都会努力确保后者剩余的职业生涯一直留在勇士 但是考虑到勇士希望大幅度削减开支 让克莱如今表现的不稳定 双方的续约合同金额仍有待观察 预计勇士将会以处理格林的方式 在下赛季结束之后 再处理克莱的续约 在我看来 这是勇士方面给出的比较体面的说法 说直白点 就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跟此前的格林一样 在维基斯和普尔先后完成提前续约的情况下 格林成了此前 唯一一个没有和勇士达成提前续约的核心球员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妥协的还是勇士 他们只能用另一份四年一亿美元的合同 留下格林 普尔成了牺牲品 这样来看 克莱的情况也差不多 他不希望降薪 到了下赛季结束之后 他同样会尽自己所能 多拿钱 毕竟谁多清楚 下一份合同 会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份大合同 对于克莱不服软的性格 勇士球迷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 就拿过去这两个赛季来讲 克莱在进攻端经常让球迷感到头疼 他会和自己较劲 会打出很多出手数高于得分的场次 而且从来不愿意牺牲 回过头来想想 克莱是一名新秀时期 就敢在面对球队老大蒙塔埃利斯的质疑指责时 说出他们花钱就是来让我投乱这种话的球员 可想而知 他的自尊心 不输任何人 包括库里和格林 这些年 勇士在实力方面的下滑 球迷们都有目共睹 尽管比起打出73胜的赛季 库里 克莱 格林都在阵中 巴安斯也升级成了维基斯 但实际情况却是 除了库里之外 格林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格林 与此同时 克莱也早已不是那个攻防都能达到顶级的侧翼了 只不过由于格林的问题 克莱并没有被过多指责罢了 5年1.9亿美元 这份合同在当时完全就是一名顶级的球队核心老大档次的合同 在某种程度上 勇士也有奖励克莱的成分在内 克莱的真实价值 达不到这样的级别 而如今 克莱的防守端 他再也不是那个可以从一后卫防到三后卫 都能打出顶级防守的球员 除了面对一些靠力量的高大后卫 克莱还有一些防守经验之外 面对其他人 克莱的脚步 没有任何优势 受伤之后 他影响最大的 就是防守 在进攻端 克莱也变得不够稳定 这次季后赛 他的三分命中率 是生涯最差的表现 在勇士建立王朝的初期 谈到库里获释克莱 球迷们总是喜欢把水花兄弟挂在嘴边 因为两人场场联手扔进十多级三分 联手轰下五 六十分甚至更高 可如今 水花兄弟这个词 越来越没有人去主动提及了 因为克莱几乎再也打不出 能够和库里相提并论的水准 进攻端他远赶不上库里的高校和高产 防守端他也不再是勇士外线领防的第一选择 可克莱却依旧在场上固执 索要薪资方面表现强硬 勇士的落寞 真的不是格林一人造成的 由于NBA工资贸的上涨 越来越多球星迈入军心五千万美元行列 紧下自由市场开启后 爱德华自家三球鲍尔加哈利伯顿三名年轻人 直接拿到最高五年2.6亿美元的顶薪合同 但是杰伦布朗五年3.04亿美元 农媒三年1.86亿美元的合同 再不断刷新NBA历史最高军心记录 根据数据统计 NBA历史最大的五份军心合同 全部是现役球员 农媒6200万美元 杰伦布朗六千零七十万美元 李拉德五千九百九十万美元 布克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 唐司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 按照公资贸每年上涨百分之十预估 明霞、字母哥和塔图姆 都有资格拿到五年3.34亿美元 二五年夏天 东西七个NBA都有资格拿到3.67亿美元 争贯级别球队的这些核心 他们确实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二项逐渐步入生涯尾段的詹姆斯 库里、杜兰特这些传奇迹星 他们生涯总薪资很有可能 在未来被一些普通全明星超越 我们从一则不起眼的消息说起 根据麦安利随队记者温德尔曼透露 巴特勒很有可能会在二五年夏天 跳出合同 寻求一份超级顶心续约 巴特勒在二五到二六赛季 拥有价值五千二百四十万美元的 球员选项 按照热火随队记者分析 巴特勒团队希望寻求一份 不低于布朗合同的超级顶心续约合同 但是很尴尬的一点在于 巴特勒到二五年夏天将年满三十六岁 五年的超级顶心合同是给不了了 但短年线的顶心合同呢 NBA有一项三十八岁规则 这是防止球队绕开工资帽的条款 如果合同某个赛季开始时间 是在其三十八岁生日后 那这份合同就被认定为三十八岁合同 由于球员这个阶段有退役的可能性 所以之后赛季的薪水 都要分配到前面几个赛季中 占据球队薪资空间 拿以巴特勒为例 巴特勒和热火的合同还剩下三年 薪资分别为 4518万美元加4880万美元 加5241万美元球员选项 他最早可以在明年夏天 最高和热火完成五年3.34亿美元的续月 但这很难实现 这意味着后三年的合同 要挤占热火前几年薪资空间 退一步来说 如果巴特勒要跳出球员选项 新合同从25到26赛季算起 25到26赛季预估工资帽是1.64亿美元 那最大起薪就是工资冒乘以 0.35等于5760万美元 之后每年涨幅8% 分别是6220万加6718万加7255万加7835万 五年根本不可能 四年的话 对于热火也有压力 但如果是三年1.87亿美元 或者两年1.2亿美元 热火绝对能承受 毕竟巴特勒自打来到热火后 这四年来 两度带队打到总决赛 热火从来都不是争管热门球队 他们的配置除了巴特勒加阿德巴约加尼迈的洛瑞之外 其他基本都是落选性 上赛季附加赛一度到被淘汰的边缘 但是最终进入季后赛后 巴特勒带队首轮就淘汰联盟第一熊鹿 场均37.6分加6.0篮板加4.8注 攻加60.9%命中率 巴特勒常规赛默默无闻 但季后在他带队的上限已经触及到总冠军级别高度 全联盟拥有这种能力的巨星 取之可数 库里 老詹 伦纳德 字母哥也算一个 巴特勒已经34岁了 但出钱率和效率都有保证 这非常难得 杜兰特离开勇士后 可没证明他有提升上限的能力 用温德尔曼的话说 自从巴特勒来到迈阿密 赋予了这支球队新的凝聚力 莱莉当初队位的吝啬 但对巴特勒很大方 21年夏天 3年1.46亿美元 就已经让很多人意外 而此前麦阿密当地媒体在对球队影响力球星进行排名时 巴特勒可不比韦德差多少 相比之下 比巴特勒只大了20天的哈登 金夏却陷入窘境 比说自行像巴特勒那样能拿到超级顶心了 关于哈登的最新进展 有两个细节值得深思 76人随对记者旁回透露 76人只在金夏考虑过给哈登一份一加一的合同 这对哈登就是侮辱 但是76人队内有不少球员对哈登选择执行球员选项 感到意外 此外费城媒体透露 76人和快船在哈登交易问题上都不着急 76人并不想白白送走哈登只有在交易哈登时 才想起来哈登是有价值的 而快船明白 没有其他球队和自己竞争哈登 所以快船也不着急 他们在等待实际 等着76人坐不住后 自己用较少的筹码完成交易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哈登早就被76人抛弃了 76人只是不想吃亏而已 而哈登军薪3000万都成奢啊 和巴特勒相比 哈登履历上个人荣誉非常亮眼 三连得分王 常规赛MVP 常规赛主公王等等 只要他想 他可以保证球队下线 轻而易举 但是哈登最大的短板就在于 他没有提升球队上线的能力 巴特勒可以在大厦江青时力挽狂澜 20年代队进总决赛 上赛季一路逆袭 巴特勒就值超级顶心 可是如何改变哈登定义呢 效率甚至有所提升 但是如今沦为第三出手点 甚至第四出手点 人各有名 哈登如今处境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